经销商紧急囤货 多家电动车厂家发布涨价通知 电动车价格为何看涨 市场有哪些新变化 晚上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 最近电动车涨价的消息 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冒促会研究院副院长 赵平女士和财经评论员万哲 欢迎两位 最近这一段时间 多个电动车的品牌是密集发布通知 说旗下的产品将会全面涨价 涉及到了两轮三轮和四轮电动车 涨幅是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其中四轮车的涨价幅度是最大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有些资金比较宽裕的电动车经销商 为了保住利润空间和销售的主动权 现在甚至会去拿现款来囤车 那电动车行业 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一轮涨价潮 整个行业的格局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 今天开评之前 我们先跟随记者来看一看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车行情究竟怎样 在北京几家电动车销售门店 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 目前正是销售淡季 来买电动车的顾客不多 但电动车确实在提价 他们已经收到了厂家的涨价通知 从近期多家电动车厂家发布的涨价通知来看 两轮车 三轮车 四轮车涨价幅度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其中四轮车涨价幅度较大 为了降低成本 不少经销商都选择在涨价前抓紧囤货 增加库存储备 这个拿货的价位的话是一到二百之间吧 价位不等 我们的话是从12月底 接到这个涨价的通知 所以我们会在涨价之前 会把这个货物的话是 就是储藏的话就比较多一些了 当时我们定了的话是四千多两吧 记者看到目前已有部分品牌的门店 上调了终端零售价格 对此 一些消费者表示 相比价格他们更关心质量 一个是品牌 再一个是质量 价格多少钱 3399还行 不是特别贵 他说这个是新产品 比较跑得比较远 就买一个吧 颜值还有续航 他说主要就是看那两个 预算的话可能四千以下吧 更注重品质一些 如果是涨一两百块钱的话 也可以接受 我们先要说明的是 今天我们节目讨论的电动车 这个概念 我们平时所说的电动汽车 是不包括在其中的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像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 还有电动三轮车等等 大家会注意到这一轮 全行业的价格调整 有人说是从今年开年以来发生的 但是也有人说 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在酝酿涨价了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轮涨价的原因和趋势 两位怎么看 其实这次电动车的涨价 实际上是上游原材料 价格上涨所导致了下游成品的价格 也进一步出现了上涨这样的趋势 可以说是一个价格传导的过程 因此像刚才你说的 其实它累积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只不过在末端 作为消费品的电动车涨价 是在最近这几个月发生的 而且我们看到它涨价的幅度 基本上从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 其中四轮电动车涨的幅度是最大的 那么涨的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原材料 电动车的原材料两大主材 一个就是钢铁 另一个就是橡胶 我们看到去年以来 我们国家对钢铁的消费量 都呈现出逐渐大幅度上涨的走势 除了去年一季度 钢铁消费量是下降了12%之外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消费量 都在15%到20%之间 消费量这么大 这就意味着钢铁的价格 就有上升的这样的压力 而且我们钢铁的出口 也在进一步的所增加 这就使得钢铁价格 有上升这样的支撑力 另外一方面看一下 橡胶这个主材 它形成的是电动车的轮子 去年天然橡胶的产量 我们看到天然橡胶生产国 协会的一个统计 去年天然橡胶全球的产量 是下降了6.8% 而我们国家很多天然橡胶 是来自于东南亚 东南亚的这个产量 由于去年恶劣天气的影响 是下降了9% 因此从这个轮胎的 这个原材料橡胶本身来说 去年价格一直呈现 一个上升的走势 去年11月达到了一个最高峰 那么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也在13900这样的一个高位 而西洋货的这个价格也上涨了 差不多15%左右 这就使得原材料价格上涨 推升了产成品 也就是电动车价格的上涨 对 主要原因还是原材料成本 在不断地上升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 主要有两部分的原因 就是整体来说原材料价格上升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 就上一次我们在一起也说过的 就是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 都在不断地上涨 那么我们看到去年整体来说 比如说钢 煤 铁 还有硅 包括橡胶等等的 实际上都在上涨 那么橡胶比如说轮胎 我们看到去年7月份开始往后 就在不断地往上调价 不但中国的就是所有的 这个轮胎的厂商都在往上调价 而且全球实际上都呈现出 这种状况 它实际上也有它的上游 除了天然橡胶以外 包括烫黑 钢丝等等 也在涨价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宗商品市场的涨势 恐怕是一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浪潮 跟全球的货币放水 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此我们看到它对中游 对下游的影响将是非常长久的 就像你说的今年才开始涨 但其实去年这个端倪已经显现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疫情实际上造成了一定的供需错配 包括我们看到像橡胶 以及其他的一些原材料 有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当地不能够生产 而是因为它在这个供给的过程当中 整个产业链的这种分配 或者是说配给 运输 实际上被中断了 又或者在一些地区 它确实是它的生产 复工复产受到了阻挠 所以不能够很好的生产 那包括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这里讲的是低速电动车 那包括如果在电动汽车行业 或者在整个汽车行业 我们看到去年到今年 许多的汽车实际上都受到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它的芯片实际上开始短缺 这个就是因为它用的是这个8的 这个原规芯片 那么这个芯片在全球本身 就是它利润已经越来越低 它不是最新的技术 供给越来越少 但是现在需求却很多 就是它不是说那么高精尖 但是它的需求量非常大 遇到了疫情之后 那么供需错配就非常的明显 因此一下子就变得好像就要断供了 因此我觉得这两个原因 都造成了目前在市场上 整体的上中游的这个产品 它的价格都大幅上升 因此我们看到下游的这种 终端销售产品也要涨价 那就不作为奇了 对 终端的这个销售产品 对于老百姓来说 它的这个敏感度会更高 因为这个价格会发生了一个 跟以前相比可能百分之十几 到二十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短片中 经销商现在竟然已经有囤货的了 再结合两位刚才的分析 包括我看到市场上有人说 可能接下来还会有 二轮 三轮 四轮的涨价 真的会是这样吗 这个涨价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吗 我认为未来这个涨价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首先看刚才的价格上涨 虽然说这个出现了 这个有所放缓这样的一个态势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不断的加快 未来我们刚才的出口的需求 还是非常迅猛 而国内经济步入到一个 常态化的增长态势 我们新基建的投资 以及制造业的快速的回暖 实际上对刚才的需求 是在不断增长的 那么对于天然橡胶来说 在生产轮胎的环节 我们看到去年也有很多 轮胎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 这就使得供求关系的矛盾 进一步有所恶化 从而使得轮胎的价格上涨的动力 会进一步有所加强 虽然说从这个供需双方的角度来说 橡胶本身的这个价格 在三四月份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 但大时来看 这个电动汽车本身的这个价格 未来上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且其实万哲刚才也说到 全球的这个货币宽松的这个空间 也可能会持续一些时间 那么作为生产环节的这个电动车厂家 纷纷涨价之后 上游的产业链的现状 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继续跟随记者到天津的几家企业 去看一看 孙汝山是天津一家三轮电动车 整车制造企业的采购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因为上游零配件一天一个假 他每天都要盯着手机 随时关注变化 这是1月份的方管厂的涨压通知 1月2号一吨涨了50元 1月8号一吨涨了50元 1月9号又上调了20元 1月11号又上调了60元 我们这边现在做的就是说是 即使跟方管厂 板材厂 还有各大配件厂沟通 适当地锁定一下 他们之前原有的库存 另一家两轮电动车生产厂家的负责人 也表示 此次涨价酝酿已久 去年5月份起 车价 轮胎 电机等零部件的采购价格 就在持续上涨 和去年年初相比 电机 轮胎 车价涨幅为20% 塑料件涨幅为35% 电缆线涨价25% 电动车整车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 普遍上涨20%以上 说到涨价 上游零配件厂商也表示 涨价的源头还在更上游 一家车价供应企业的负责人介绍 2020年3 4月份 钢材的价格在5000元一吨 此后最高涨到了6600元一吨 涨幅高达三成以上 一台电动车车价至少要用7至8公斤的钢材 也就是说仅材料成本 每台就上涨了10至12元左右 刚才短片中有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家 说到了他们的原材料 其实成本涨了150块钱左右 但是他们在终端的销售价格 只涨了80块钱 可见其实现在生产商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咱们再来说说 当这些成本不可避免的提升之后 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 你们觉得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首先它的这个利润确实是降低 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 实际上在这一轮所谓的提价之前 在去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大家对于整体消费可能都比较悲观 所以实际上本身就有一轮价格大战 也就是说这一轮提价 可能是以去年的减价为前提的 当时大家都希望说 我能够降价来就保有更多的量 那实际上在成本不断提升的这种基础上 大家会觉得说我确实再来继续降价 为这个主要的手段 其实已经难以为继了 所以未来实际上还是要 重新来审视这个电动车的质量 和它的这个舒适程度等等 但另一方面 就是包括刚才小片里面也讲到 有一些人会说 我对这个价格不是很敏感 其实在这一点上 我们也应该看到 它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商机的 那么这个商机就在于 如果我们从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是低速电动车 但是你如果从全球的这个电动汽车 以及从我国的汽车的销售状况 我们会看到全年第一个是 全球的电动汽车 它实际上是逆势上涨 就整个汽车销售下滑 但电动汽车销售上涨 第二个就是说 从所有的消费来看 我们看到整体消费 还是在复苏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达到疫情之前的这个增幅 但是汽车在去年下半年 应该五六个月连续都保持了 8%的增长 所以在整体的消费当中 它是比较亮眼的 那么它跟这个电动 低速电动车有什么关系呢 它的关系就在于说 我认为汽车之所以能够上涨 是因为在疫情的状况下 大家觉得我出行的时候 可能个人的这个私人交通 变得更加需要了 因为公共交通可能会使我感染病 或者传染的这种几率加大 所以我更加需要有一个 自己私人的交通工具了 因此我觉得当然在整体的车 市场当中是会分层的 那么有的人会买豪华汽车 有中档汽车或者是普通汽车 那么有的人也会觉得说 那我也需要一个电动车 电动自行车 包括在国外我们也能看到 电动车现在中国的出口 大量的增加 主要就是因为包括一些发达国家 包括德国去采访他们 他们都觉得说 我现在有个电动自行车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就是个人一个人 我也不会有交叉感染 所以我觉得应该能够看到 一方面可能对它是一个挑战 但实际上市场还是 蕴藏着很大机遇的 是 赵老师那怎么看 目前整个这个电动车行业 它的供需产能 还有它的利润空间 我认为其实从未来 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 这些电动车的市场需求来看 这个增长的空间 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首先从消费者的 消费理念来看 消费者之所以去买电动车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基于绿色出行这样的考虑 因为我们国家出台了电动车的 相关的强制标准之后 电动车出现的 以前出现的那种 比如说自燃或者是行驶出现 速度过快 出现了危险这样的问题 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 现在购买电动汽车 就是电动车而不是汽车 在购买这些低速电动车的过程当中 最关心的就是叙实里程和它的外观 现在电动车的品牌非常多 而且的功能也是各种五花八门的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 购买这些电动车 主要还看外观美不美 能不能满足自己个性化的需求 还有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对很多消费者来说 驾驶这些电动车 实际上有的时候是零门槛 你不需要去学一个驾照 当然了这个时数50公里以上的 还是要学驾照 才可以驾驶这样的电动车 但是对大部分的踏板式的或者电动自行车来说 技术的门槛很低 非常便利非常安全 又满足绿色出行的需要 所以对企业来说 虽然赚钱不多 但是可以在外观上 性能上和驾驶体验上入手 所以两位都觉得这个市场未来 还是有一个很广阔的想象空间 那么去年我们看到 很多家的电动车的生产企业 都是提前完成了全年的业绩目标 部分企业的销量甚至是迎来了翻倍式的增长 那么接下来这个行业会呈现出 什么样的趋势和特点呢 我们继续来看 现在有88个国家在进行出口 然后增长速度也是比2019年 也增长了将近一倍 国外订单的话 基本上已经拍到了5月份 业内人士表示 电动车制造技术门槛较低 行业格局比较分散 新国标落地后 加速了行业出清 2013年 我国有超过2000家两轮电动车生产企业 而到了2019年 获得新国标生产资质的企业 仅有110家 对于电动车生产企业来说 红利浪潮终会退去 如何思考更长远的发展才是关键 一台电动车其实利润很低 三千多块钱 一台车可能赚个50块钱 20块钱 要靠上量来赚钱 目前电动车的这种现状 从长远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所以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必须的发展方向 一台电动车的利润 刚才短片中说到只有50元 甚至还说有20元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那如果利润这么低的话 这个行业还怎么样可持续发展呢 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在前几年 我们就一直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市场需求是 真实存在的 那么而且呢 就是说确实是可持续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目前确实存在着 市场当中的生产厂家 还是语论混杂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企业 可能要有进一步的分化 那么从去年疫情 实际上也能够看到 全球经济复苏当中 企业的分化变得非常明显 也就是头部企业 有技术的企业 有创新能力的企业 变得越来越好 那么扫尾的 包括刚才说的 只有10块钱 20块钱利润 或者说质量不是太过关 以前靠低价 占领市场的这种企业 可能它的日子 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好过 所以我觉得创新 而转型升级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觉得目前来说 这些企业实际上 他们也应该要看到 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个上游的原材料涨价 包括有一些核心技术 现在我们在有一些企业当中 掌握得越来越多 那些没有能够掌握 这一些东西的企业呢 实际上我觉得 他们可能未来 也要进一步地 就是说来进行这样的发展 而不是只想着说 我只是做一个 就制造业的终端 然后取一些低附加值 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个 我觉得就咱们市场 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咱们这个电动车 刚才说到 其实比如说像外卖员 包括像快递小哥 他们可能都是 这个电动车必须的 这个客户之一 所以要生产一些 针对他们的 这样的一些好的产品 可能将来就会有 专业性的这一方面的发展 更有广阔的空间 而且我们看到 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 国家针对这个行业 在不断出台相关的 产业标准和规则 所以接下来可能 这个行业的产业格局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 这些相关的行业标准 和规则的出台 实际上会助推 电动车行业的 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我们看到 其实在一两年前 这整个电动车行业 拥有电动自行车 电动轻便摩托车 和电动摩托车 这个三种牌照的 这个电动车的生产企业 大概已经下降到 只有170家 此前因为没有 这些证的要求 有一千多家 所以这就意味着 原来主攻这个低端市场的 或者是说一些小作坊 由于不能满足 新国标的要求 实际上被市场所淘汰 因此这个新的标准 新的规则 将助推产业升级 行业会发生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好 感谢两位嘉宾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广告之后听主播收听 欢迎回来 我是张琳 不完全统计 在我国电动自行车的 保有量接近三亿辆 电动摩托车大概是 9000万辆左右 还有两三千万辆的 电动三轮车和四轮农用车 可以说电动车 已经成为了人们 生产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 所以大家对于它的价格 波动的关注度 也会越来越强 那么如果未来 涨价不可避免的话 我们更希望的是 我们相关的电动车的 生产企业 要在舒适性 便捷性和安全感上 下功夫 更好的服务于百姓生活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节目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